田路橋燃起洶洶大火 火勢驚人還冒出黑色濃煙 8號清晨 俄國克里米亞的客池大橋 發生大火 爆炸畫面也曝光 監視器記錄下車輛行進過程 整座橋突然轟隆作響 火光四射 不能想像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但有網友懷疑 爆炸瞬間飛這次的影片 事後有驚恐的駕駛拍下影片 直擊橋面段落崩塌 沉入大海 景象觸目驚心 俄方聲稱是油罐車失火 後來坦承是卡車炸彈所致 烏漢總統顧文直出 這只是開始 暗指是烏軍所為 目的就是切斷俄軍補給 發動突襲 克池大橋長16公里 是歐洲最長橋樑 俄國2014年併吞 克里米亞半島之後 赤資了30億美元新建 在俄烏開戰後 俄國就靠他運武器和戰車 進入前線 美國總統拜登才剛警告 普丁恐發動核戰陷入世界末日 沒曉當天晚間 核足球就不經意現身 拜登從紐約返回白宮時 就被拍到一名軍官 手持核足球 從軍機上走下來 這工序包內藏核武發射按鈕 可隨時發動核戰 美國官方還將撥款91億台幣 採購大量治療核輻射藥物 被外界猜測是在為核戰做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